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张伟丽对阵玫瑰罗斯的UFC冠军未免战 就要在下个月的25号开打了 张伟丽目前MMA战绩是21胜1负 最近有很多吃瓜群众提问 比较关注的两个问题是 张伟丽MMA唯一败季是怎么输的 他UFC未免成功率高不高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两个话题 张伟丽MMA唯一败季发生在2013年 2013年11月9日 24岁的张伟丽第一次登上MMA擂台 陪同他入场的是 如今已经打进UFC四中量级 前15的李景亮 张伟丽这场比赛的对手 是当时18岁的孟伯 孟伯虽然更年轻一些 但经验相对丰富 已经打过5场MMA比赛 可以看到张伟丽MMA首秀 便是风风火火的风格 张伟丽散打出身 17岁因伤退役 做过北漂 当过健身房前台 后来重新练习格斗 这场比赛算是伟丽 重新回到孟开始的地方 不过这孟刚开始 就迎来了当头一棒 首回合前半程 张伟丽多次尝试爆摔 拿到下位手臂十字固 被孟伯用下锤砸击的方式破解 首回合后半段 张伟丽一边爆摔 一边站立用侧踹腿进攻 孟伯的防摔做得很到位 不仅没让张伟丽如愿 防摔反击的途中 多次命中张伟丽 打伤了伟丽的嘴巴 首回合比赛结束后 客串教练的景亮 激动的手口并用 恨不得自己上台打一架 到了第二回合 情况跟首回合类似 张伟丽的爆摔屡屡受挫 孟伯防摔途中 拿到很多有效的点数 张伟丽的嘴巴开始流血 补充一下 今天说的是张伟丽 MMA规则下的唯一一败 之前介绍过 伟丽跟关阿翠的比赛 那场比赛是自由搏击规则 最终张伟丽与孟伯 打满两回合 经裁判打分 孟伯点数获胜 本场比赛 全场只有两回合 这场比赛看起来 有点像业余比赛 所以后来 有ESP的记者提出 要给张伟丽修改战绩 原因就是 这场更像是业余比赛 我反倒觉得大可不必 没有必要过分追求 数字上的完美 后来的故事 就是张伟丽开挂班的 豪取21连胜 获胜者孟伯也没有销声匿迹 2019年 孟伯也开始投身国际赛场 在万贯军赛 已经拿到三连胜 并且前两场比赛 均是以首回合KO的方式 他的排名 目前已经基深 万贯军赛原子量级第二位 都说经国不让须眉 中国女人还是挺狠的 大家都知道 张伟丽是UFC草量级冠军 而在UFC草量级排名第三位的选手 是另一名中国选手 严小南 如果下个月25号张伟丽未免成功 那他很有可能会跟严小南来一场得比大战 关于张伟丽能否未免成功的话题 包括格斗圈的大佬都持不同的意见 像泰森就不看好张伟丽 而UFC前重量级冠军 DC科米尔就曾力挺张伟丽 这边阿良也大胆的奶一口 罗斯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女选手 一味从黑暗与暴力中长出的玫瑰 我以前以为 伟丽跟罗斯不相上下 谁输谁赢很难说 但是前段时间 发现罗斯在偷偷练习泳春拳 我就一瞬间感觉 这场比赛 伟丽的迎面增加 很有可能会五回合 点数取胜 原因很简单 上一个练习泳春拳的叶石斧 叶摩福克森 已经遭遇两连败了 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 大伙不要当真 希望伟丽能够七开得胜 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你对这场比赛的预测 喜欢搏击与格斗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